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非常开胃、好吃又下饭的 泰式红咖喱牛肉 到底要怎样做出 道地的泰式红咖喱牛肉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准备的材料有 首先我们用中火加热我们的锅子 锅子烧热之后 我们加入冷压的椰子油 产生油温之后呢 我们加入红咖喱酱拌炒 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把酱料的香气 通通都给炒出来 好,那我们就保持中大火来炒这个酱料 炒到酱香气出来大概就差不多了 过程中呢也要记得不停的翻炒哦 要注意酱料不要炒焦了哦 会影响口感 最后我们加入椰浆 很多食谱呢都会担心 椰浆加热过久 会产生油水分离的现象 但是泰国当地传统的做法呢 是必须把椰浆炒到油水分离 再拿来炒的咖喱糊 最终质地会变得有点像炒蛋 所以不必担心前段就加入 产生油水分离的问题 煮滚之后呢 我们放入玉米笋 加入绿煮笋 效果也相当好 再次滚沸的时候呢 我们加入些许的糖及鱼露 来调整它的味道 糖在这里的作用呢 只有干味没有甜味 不要误会咯 鱼露的部分 我大概加入两小匙的份量 大家请自行微调哦 最后加入牛小排肉片 我的这个牛小排肉片呢 因为非常的薄 所以下去拌炒一下就可以了 整个混拌均匀之后呢 稍微的煮一下 最后加入我花园自己种的柠檬叶树片 大概剥碎一下就可以了 或是使用干燥的也可以 如果真的真的没有呢 也没有关系哦 不加就是稍微少了一点点柠檬叶的香气 影响不大 小辣椒的部分呢 也是看自己哦 喜欢辣的朋友呢 可以加上些许的辣椒哦 稍微半煮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大概就可以关火起锅咯 起锅前呢 可以尝一下味道 咸度可以做最后的微调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点个喜欢 想要持续追踪我的新食谱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 梦幻厨房在我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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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